2021的电动车殊死战已经开打了 今天晚上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了 包含了鸿海 桑尼 福斯通用 各家群体围攻 唯一的供敌 特斯拉 而且显然他们已经找到破口了 福斯在欧洲的销售 首度超越了特斯拉 至于制霸一方的特斯拉 他也出大决了 要推出国产车价格 70万就能买到手的廉价款 原来背后筑权他的 居然是这一家神秘的台厂 靠着一丝一缕 比头发还细得铜箔 驻全特斯拉一统天下 今天杰明要来告诉我们这一场 电动车江湖的殊死战 好 当然我们知道特斯拉 已经面临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群取围攻 所以他在思考一件事 怎么来突破这样的一个困境 所以他决定在2002年 要出个杀手级的车子 这车子报价只要70万新台币 我们听错国产车 这已经是国产车的价格 而且重点是他一样用的是 Model 3的这个我们说底盘 然后搭配比较轻小的车子 但问题来了 他的续航力依旧非常的强劲 据了解这个车子 为什么会被知道 原来就是特斯拉有意思 把这讯息 透过他的大车厂 GIGA Factory 把他给公布这个消息 是由这个推特的 一家叫曼宁波 揭露这个讯息 他要出70万的平价车了 你知道讯息开出来的时候 人家想说 这个车不是只有中国来买 因为欧洲也很适合 因为欧洲也是小车 但没小车声音传到美国说 可以可以可以 我也想要一部特斯拉 你小一点没关系 这个价格我可接受 全世界都买得到 那这么一甩开大家 不就更看不到车尾灯了 是的 所以等一下 你们看车尾灯都我们在谈 但是你知道吗 其实特斯拉这种崛起 是因为它在离电池 做了一个革命性的改革 因为我们以前讲的电池 都大颗大颗的 就要把他小颗小颗 并联的时候可以加速的充电 可以让车子行驶更久 但是问题是 你今天把电池做那么小 而且要这么大片的时候 你的任何的阴急跟阳急的 阳急就是铜箔 阴急就是石炭锡 你要做小 石炭锡做小没问题 但在铜箔你要做小 可是大学问就翻开来才知道 原来他背后有一个引武者 这个人竟然在南部的一家 神秘的石化公司 叫做长春石化 我讲完大家一定不知道 因为大家只知道台硕 其实错了 长春石化在台湾 具有一个叫北台塑南长春的 一个要件 好的 长春石化 因为之前我们的PCB印刷电话 非常红 因此他在做个薄膜的时候 他可以提供全球一流大厂的 所需要的产能 但是他有个背后的事情是 他不做铜箔基板 但是铜箔基板 发现到一件事 这个日本是主要铜箔基板 工艺商 结果日本每次遇到 这个需求量大的时候 就对台湾淡货了 那你一断完 我这个薄膜也就没有办法生产 长春石化老板就这样一拍手 我自己来搞 因为这个技术 其实也跟他这个薄膜技术 也很接近 你把它大量的热胶 把它融完之后 把它铺得薄薄一层 那他就想说 那铜也是可以融 他就试了这一次试了八年 竟然给他做成功了 而且他技术 竟然跟日本最强的是一样的 有多厉害 他可以在一分钟之内 做出300公尺的铜箔 而且重点是 那个薄到什么程度 薄到我们头发1分之1薄 6尾米 你头发还细得铜箔让他做出来了 也就是说阴急 阳急 极量 微量化 我就有办法把电池做小 电池有办法做小 我整个电动車我就cost down了 对 而且有趣的是 长春石化为了供应这个厂商 他供应他需求 他特别选择苗栗 现在盖了13个工厂 那13工厂你怎么送到美国 而且每两天就飞一趟砖机 砖机直送 你以为说海鲜吗 不是 铜箔基板 因为特别说他需求太大 你知道他车子直接从苗里 杀到了台中情缘金港 直飞到这个美国 就是要供应特斯拉所需要的 这个非常精密的铜箔基板 所以没有了长春石化 特斯拉没想到化水也更多 他根本没有办法推出了 70万一台的 绝杀低价的小车抢士 没有 错了 所以这个长春石化很重要 但是你知道其实特斯拉 为什么这么急的 透过这个Moneyball 来公布这个消息 其实背后原因 当然是因为红海已经步步进逼了 你知道今天红海股票直接大涨 今天红海股票直接涨了8.92% 涨幅有到116块 涨了9.5元 为什么今天的红海特别强劲 前几天还在82块 现在已经到116 因为他公布一个重量的消息 他跟中国最大的企业厂吉利汽车 竟然结盟了 那等于是红海已经站在中国 要跟特斯拉对决了 我们知道特斯拉一直期待 中国市场是他未来的救命先丹 但没想到这个红海 加上吉利 一个是系统厂商 一个造车厂商 两个结合在一起 那你可以想想 他的车将会多么便宜 而且多么有效能 红海来了事情就大调了 你要来看到这个电动车的江湖 观众朋友 几天前红海跟电动车搭上一起 我们看到的标题是他跟拜腾 对 才几天之后他跟吉利了 红海到底要打什么算盘 红海其实要做的一件事情 我们都很难知道 其实你做的这个 像是BMW Z4那种 开起来很热血的车子 你以为是BMW做的 不是 是一个加拿大叫Magnon 这家公司做的 它是全世界汽车最大的代工厂 可是问题是 红海从来没有造车 他要做电动车的最大代工厂 也是他目标 市场占有30% 他一定要跟这些知名的公司来完成 来做合作 所以他是有计划的 他先跟玉龙合作 因为玉龙在基电部分 很强 所以他以他最强的电池 打造电池 电控跟电机 这个底盘完成了 接下来这件事情 他跟菲尔特合作 预计在欧洲留下一个伏笔 所以这个是我们值得观察的 好 你知道 跟菲尔特一搭上关系 就是跟通用搭上关系 但是重点是 他当时也跟喊出来跟拜腾 当然因为拜腾的特色 他具有那种创意感 他的想法非常先进 这对红海来说 对汽车的新的想法他需要 但没想到绕了一圈之后 他原来选择是跟吉利合作 好 如果一旦完成的话 不得了 吉利跟他一起合作的时候 他完全不需要学习 汽车的学习曲线 你今天做苹果的手机 这个学习曲红海有 你今天做笔电也有 做伺服器也有 做这个游戏机都有 但你没有做汽车的学习曲线 那你要从头开始学习 没错 这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所以他跟吉利一旦合作成功的话 这恐怕将来在中国市场里面 特斯拉这70万元出来的时候 能不能偷杀中国市场 搞不好70万出来的时候 吉利也跟红海出现70万一样对决 但不同的事情是什么 要知道红海最厉害是把成本压低 把效率扩大 这件事情 这个不是一般人 可以做得出来的事情 说到底红海现在就是把 电动车变成放大版的iPhone 他既然都能变iPhone的霸主 电动车野心勃勃 好了 马斯克要防着红海 我们还要来看他还要防谁 日本的Sony也杀进来了 是 索尼来了 而且你知道索尼很刻意在这时候 放出了一个大概30秒袋子 他有一部新款车叫VGIN-S 但是索尼是说我不造车我不造车 但这个车竟然在欧洲 奥地利的山上被逮到了 而且那车的造型非常的炫耀 它的内装很夸张 它的内装总共三个银标板 这个银标有主控式跟副控式 而且你知道它已经做到 苹果所需要的 你一件可以定天下 而且它周围 而且它用了什么东西很特别的事 你要抓到这部车 这部车很特别的事情是 它的把手也跟苹果 跟这个特斯拉一样 它是隐藏式的把手 这你摆明了 你就是要将特斯拉的巨大 因为我们知道索尼 在所谓的影像感应这部分 它是独居全球最大 唯一可以拼的只有三星 所以如果它把 它最强大的影像感应车 就是我们玩的游戏剧 如果把这东西 装进到这车子里面 你想想看 现在人家最垢屁的特斯拉内装 是那种一般车子的内装 如果今天你把这个全球最厉害 影像感应车的老大 它把它的那一套游戏的概念 进入到这个VGS 其实我们在讲 特斯拉在美国 在亚洲 确实这些人还横着走 可是没想到在2020年 还迎来一个从来没有的败机 我们知道在2019的时候 你把那图形一拉开 你发现到特斯拉的业绩 如果是这么多的话 其他车厂业绩都是那种 你几乎你在哪里 Where are you 结果没想到2020年 发生重大变化 2020年的时候在欧洲 只光福斯汽车就销售了25.6万的电动车 我没说错 25.6万电动车 其中当然包括奥迪的高辖车 还有它一个最厉害的ID3 那我说ID3完全就是ID4 而且价格在120万新台币 好 为什么特别讲这件事情 因为有两个国家 让特斯拉绝对哭出来 我们这样讲 特斯拉一直很骄傲 它在中国 它看好中国市场的成长率 确实中国成长率 电动车市占率可以到10% 但是不要忘记了 在挪威现在电动车跟电动混合车 已经到Mission Impossible的63个百分点 好 63个百分点 特斯拉很开心 那我一定占有多 对不起 一打开资料里面 它是老二 好 那没关系 你在挪威是老二 那荷兰现在拼到电动车 已经到Mission不可能的 Mission Impossible 53% 就一打开来 特斯拉还是老二 而且它跟这个ID3 一叉叉的将近有 差不多3000辆车 可是没想到在后面那部车 是谁知道 竟然是现代的电动车 跟它差距竟然只有100万 100辆车 这我不懂 你看你从挪威到荷兰 新能源全世界走在最前面的 照理讲特斯拉水涨船高才对 别的地方可以当老大 怎么来这个地方反而下雨而归了 没有错 所以欧洲已经有这种企图心 说我为什么要用美国特斯拉 我们欧洲人不能造出 跟特斯拉一样的车 好 就在这个时候 我们说平面车里面 已经变成战国密集 大家都为特斯拉围剿的时候 可是特斯拉忘记一件事情 有些车要比先它往天空飞 这是什么 这是这个通用汽车 它准备出一款 而且就是现在展览的 在西叶展 就是现在 它展出了一件让大家非常惊讶的 单人寓交通工具 我讲一下这个什么车 直接你开一开前面塞车 你直接垂直飞上天 这个不是电影回到未来吗 而且不止如此 里面所设计的东西 还有所谓的生物迹象 就是你在飞机当中 你还可以检测 你身体的健康状况 可是我觉得最关键的事情是 恐怕在空中飞了特斯拉搞不定 现在最夸张的事情是 它在货运车部分 好像也遇到劲敌 为什么说 之前Amazon自己就出了一个 这个我们说货运车 基于了解它效能一点都不输给特斯拉货运车 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没有听到特斯拉货运车 皮卡车这部分 特斯拉也失败了 好 但是问题是 现在最近传出来就是Fedex 它选择跟一个人合作 这个人要通用 它出了一款车叫大车包小车 什么叫大车包小车 来 我们知道在运送过程中 货会掉下去 那你还要人去推 那当你量很大的时候 不论你上货跟下货都有问题 对不起 这个通用汽车看到这件事 它在这次西叶展里面出现一个很可爱的 一个方形造型 好像未来的一个造型 就是你出来这一款 这一款的名称 它叫做EVOTO EVOTO它其实我先讲一下 不论你是看到那个车 还是现在说EVOTO 它其实取了一个名字叫Block Drive 就是你不论攜带怎么样都很方便 好了 重点是 为了搭配这样小型的推车之后 它出了一部车 这部车只中卖你电的时候 可以跑400公里的电动车 天啊 所以现在看起来 特斯拉面对的问题 已经不是现在的优势 而是它在空中 地上运输 皮卡车市面已经围剿特斯拉 特斯拉未来的情况 真的如大家所预期的 可以上兆美军的市值吗 现在已经打了一个很大的问号 今天我们下期的情况下 我们下期再见 请问要讴